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如果脸可以随意改变,你想变成什么样子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关于变脸的奇幻短片《塑胶人》 故事开始,一个女孩正在挑选各式各样的衣服 她准备精心打扮盛装出席,因为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她要和心仪的男生约会,可是自己长胖了,各种衣服都不合身 这让女孩很崩溃,这时男生突然打电话过来 说约位的地点太火了,可能要排队 问女孩可不可以提前半个小时,到时来家里接她 并告诉女孩自己很期待见到她 女孩听后很开心,自然也就同意了 可挂了电话,发现舒适打扮时间只剩半个小时了 赶紧去化妆,可正在涂脸的时候发现鼻子上长了个痘痘 再加上之前试衣服的各种不顺,女孩更崩溃了 用手捂着脸不知所措 可当女孩抬头看镜子,竟看到自己的脸上被暗出了好多小坑 女孩被吓蒙了,赶紧揉搓小坑 没想到脸又恢复了原貌,她又尝试拉长了鼻子 这时女孩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脸是塑胶的,可以随意改变 她有些欣喜若狂,又看到旁边杂志上的网红脸 于是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先拉了个饱满的额头,尖尖的下巴 再来个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苹果肌,还有那可爱的嘟嘟嘴 一张完美的蛇精脸,大功告成 当然身材也是不能放过的 拉长脖子,瘦小腿,风满胸部,水蛇腰 终于有了完美的身材,完美的脸 女孩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笑了起来 这时男生已经到了女孩家门口 可爱了门铃,却没人理会 因为女孩正在纠结是否以现在的样貌出去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又看了看照片中的自己 最终打开了门,男生化女孩今天很漂亮 不过女孩并没有用那张网红脸 而是化为了最初的样子 男生很喜欢,两人相处很愉快 只是男生觉得女孩变高了 看来是没来得及恢复腿部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治愈戏的短片 告诉人们你本来就很美 而影片中女孩蛇精脸的造型倒像是现实中整容失败的样子 不禁让人感叹女孩审美太差 可其实现实中这样的整容案例比比皆是 旁观者可能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整容了 可尽管整后很假还面临手术失败 但依旧有很多人对整容甘之如鱼各此不疲 渴望着一张蛇精脸 难道这些人没有审美吗 我想不是 他们只是太过追求完美 总觉得脸再瘦一点 再小一点 眼睛再大一点 就更好看了 可却忘了世界上最大的眼睛 加上最小的脸 更像是外星人 他们总在追求局部的完美 却忽略了整体的自然 而最自然的往往是你最初的样子 最美的往往是你自信的样子 最美好的往往是遇到那个不仅仅看中你外表的人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